司法程序 机车久久没发动 千驱大整理 师傅开出报价单 更换轮胎 刹车油等等 一共一万八千三百八十元 消费者认为这个价格完全不合理 摊开报价单 零零总总十一个维修项目 包含后轮皮带校正一千元 后轮定位一千三百九十元 两项电脑校正都要六百九十元 更换后轮一颗三千九百八十元 前后轮刹车皮各一千九百八十元 左右两边刹车油各两千八百九十元 去问了一下其他车 他们是说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标准流程 这个店家把它额外再写出来 然后再赚个便用 金额会落在五六千左右 实际到当事店家求证 业者一看见记者上门 二话不说直接拉下铁门 只摆出一张纸板 写着已进入司法程序 只是报价到底合不合理 连其他机车行都觉得有点贵 我觉得如果以我个人来讲 我的价格收费 觉得这样子还是有点偏高 因为你像它上面有校正的话 校正的价格一般来讲 不会收费到那么高嘛 收费应该是一边刹车有更换的话 大概是在六百块左右 业者建议民众要修车前 还是得货比三家 确认行情后再维修才能避免争议 三选菜中家一台报道